来自天津个体,有请 孙女士,31岁,来自天津个体,有请 我看小片里,王先生说 自己的女朋友咸皮爱妇 是吧 是吧 那干嘛呢?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怎么说呢?就是我坚持了一年吧 然后我最近越来越觉得比较迷茫了 就是首先我开始觉得她是很爱我的 因为有好多事她也确实做了 可是后面她做的事让我不知道我是该进还是该退 是该坚守还是该放弃 所以说想让吉佩老师帮我分析一下 好,那你得说说发生了些什么老师们才能帮你 我们俩相识在一次朋友的聚会 现在一年了吧 当天我们俩聊的就非常的投缘 然后互相也加了微信 回去每天我们俩都是从早聊到晚 是不停的那种聊 而且到了晚上呢 我们俩会打视频 因为我睡得比较晚 他睡得也比较晚 我们俩最高峰的时候 可以达到每天发这个视频通话 可以到三四百分钟 四五百分钟 就是我们俩到了 最后都睡着了 转天起来 哦,我帮关视频了 我们俩就是视频 互相看着睡觉我们俩也不挂 嗯,然后他呢怎么说呢 我也知道追他的人比较多 他呢谁都没选就选择了我 我觉得这点他是爱我的 嗯,包括他也做了很多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嗯,像之前就是他从来没有送过男人什么东西什么的 可是他呢经常会送我一些小东西 包括就是我喜欢吃什么也会给我带 可是后来他很多事我就特别的诧异了 甜蜜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对 咱们说您诧异的事吧 就是比如说啊 就是他的这个朋友圈子对我是个谜 我到现在都是个谜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就不带我去 每次就是他有什么聚会什么的 嗯,甭管是出去吃饭呀 就是最简单的 他在他的店里面去组织一些朋友 吃吃饭呀什么的 聚聚会聊聊天什么的 就是我每次都要是隔着一条街或者两条街的去等他 经常性我一等四五个小时 这是为啥 嗯,跟我前一段恋爱可能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前一段肯定是 就是各方面比他优越很多 嗯,我不让他见我朋友呢 就是不想让朋友启示我 然后我想就是让他变得更优秀一点的时候 我把他公布我所有的朋友公布于重 不是,你那帮是什么朋友啊 嗯,就是和前男友几乎都认识的 那呀,这怎么了呢 这小伙子怎么了呢 嗯,就是我可能对我自己找男友的要求比较高 我跟您解释一下吧 就是他嫌我车开的不好 他前男友开的是一辆好车 他身边的朋友就是这些女性朋友都比较喜欢攀比 天天会在朋友圈里晒些东西 今天我老公给我买了个这个 明天给我买了个这个包 所以说就是我经常啊 就是冬天三九天大风 我得在外面冻四五个小时 他在里面大吃二喝 夏天因为我不可能四五个小时 我都开着车点着空调对吧 费油啊,是吧 我经常喂蚊子 听明白了 不把你带到他朋友圈里 还有呢?还有就是父母这方面 好我都见不着,父母那更见不着了 父母也不带我见 行,你不带我见你的父母 我带你见我父母行吗 他答应挺好 行,我去 这话是去年六月份答应 我父母那边屋子都收拾好了 到今天都没等到 然后我还替他圆了 我说他忙,忙 最后我妈问我 一忙忙一年 我都没话说了 我真没话说 这是为啥?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自己心理上肯定也受过一些伤害 因为以前那个也是奔着结婚走的 最后父母也都知道 见过家长 最后没走到一起 父母真的超了特别大的心 然后也为我承受了很多 希望他变得更优秀一些 我们就是要奔向结婚的目的 说你见他父母有啥压力啊 不是 赵老师,您发现了吗 就是他话里话外 都是在提他这个前男友 就是有时候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前男友这座高峰 我一辈子愉悦不过去了是吗 我说这些最多 江苏山的就我前男友怎么样 前男友怎么样 基本上都是这样 你不能用他的错误去惩罚我呀 我认为我说的提前男友 我只是让你激励你一下 让你变得比他更优秀 说实在话心里还是挺在乎他的 为什么一直没有离开他 我也不是特别爱贤贫爱富的 但是他固定的收入都没有 让我心里没有安全感 一点踏实都没有 不是,你听我说啊 这个固定收入这个事 从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 我不是个有钱人 我从来没有跟你画过大饼 或者是我借一辆好车来骗你 我从来没有 我如实地跟你说 包括我家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我开的车是什么样的 我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我都跟你说的实话 这个是其一 其二是什么 就是咱俩在相处的这个过程中 对吧 我一直在跟你说 我说物质上面我亏欠你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认 我不行的地方我认 你说我就是 我等你四个小时五个小时我认 谁要我自个不行的 我今天要开辆好点车 我不就能进去了吗 我一直在劝我自个儿 可是有的事 我自个儿都骗不了我自个儿了 现在 你外面这些暧昧咱怎么说 赵老师您不知道 那天凌晨大概不到四点吧 然后来了一条这个微信 一看是谁啊 好不看不知道 一看真是吓我一跳 药吃了吗 你好了吗 我很想你 我就特别诧异 我给他喊起来 我说这是谁啊 那是客户的一个男朋友 那时候我有病了 那个客户 他让他男朋友给我送的药 他给我送药 没有要他的药 他就硬塞给我了 但是真的 我没有想到 晚上会给我发一条 那样的微信 你知道吗 我给他解释了很多 但是他对于我这个方面 他可能是在乎我 然后就特别小心眼 但是确实我也跟他解释了 我真跟人家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关系啊 小心眼啊 这个我也不提了 这个事还没完了 短天的早晨一早 当头又给了我一棒子 我刚做完早点 这口还没吃下去了 电话又来了 然后我听得特别清楚 可能里面那哥们 这个嗓门也比较大 直接来个就是 你现在有男朋友了 你跟我吧 我就特别生气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 这有点触碰我自尊了 我就抢他的手机 他跟我急了 直接把电话就挂了 后来他也给我解释了 就算你解释了再通 我就在你跟前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 你有男朋友呢 那个朋友呢 是我没认识他之前 我就认识的 但是我们不是恋爱关系 只是他生意上 各方面也帮助过我 他是这样关心我一下 问候我一下 我感觉就是很正常的 但是他问我 我感觉真的 我们的关系处的 不是像你说的 是情侣关系 如果是情侣关系 我就不会和你在一起了 对不对 我就不会选择和你谈恋爱 和你交往了 你再我跟前了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就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了 我觉得我出了没有钱 别的各方面 我不给你救人吧 对吗 出了我没有钱 别的我差哪了 别的我差哪了 你告诉我 哪都没有差 就是没有固定收入 我看见话 但凡我要是差的话 你也不能跟我 你也不是傻子 是 我跟他认识 是我最需要人关心的时候 我们俩认识了 他对我虚幻温暖 也感动了我 我真的和他交往 也没有说 因为他太穷什么 知道的 车不好 但是我确实是真的需要 这个生活上 必须有保障的人 我对自己可能 未来也要求很高 我就特别的想 找一个男朋友 就是能给我 未来有保障的人 那你为啥不去找他呢 既然目标那么明确 他显然不是 我要求没有太高 就像520发个红包 他都发不出来 你说哪个女生 她心里不会难受吗 我是做活动策划这方面的 所以说不像人家那些 固定的商榜 一个月就有多少钱 或者拿提成 拿信息 但是你38岁工作 也应该有个十年 至少有个十一二年吧 对啊 那应该有点小积蓄啊 因为之前我投资 做生意也失败了 伤了元气了吧 算是 就趴那了 也不是趴那了 我一直在努力 您可以去问他 那就是 就是我从来就没有闲着过 我就一直在拼 那你应该放弃啊 放弃他呀 放不下呀 为啥 我放下我难受啊 我难受我不耐嘛 那什么时候你愿意 带他去见你的那些朋友圈里的朋友呢 我想他有突出的工作的时候 然后能给我一个温暖保障的时候 我想 你需要保障吗 你不是自己也有电吗 我自己有电 但是我一个月收入一万多啊 我要求他每个月有两万的固定收入 我要求不高吧 如果没有这种保障的话 我感觉我们以后规划未来的话 我感觉不会太幸福啊 等以后要是真的结婚生子了 你说父母那边帮不上忙 我又要照顾孩子 到时候我肯定要放弃我的事业 我跟着他 他要赚钱养家的呀 如果没有这样的收入啊 你说我将来会要怎么办 我现在年龄也不小了 我肯定想为自己以后的幸福做打算 所以您看您都想明白了 您就赶紧离开他呀 这是个痴情种啊 我觉得钱的东西我挣是责无旁贷的 我也可以去挣 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咱俩已经超越了 咱俩人的事了 还有一件事是我最不能容人的 您说说 今年就是我干一个骨作吧 然后我瘦了一点上 然后瘦完上之后呢 需要做手术 做了一个小手术不大 怎么说呢 你可以说因为这个环境的问题 你过不来 但是你过不来 你连个电话给我打不了吗 你连条微信给我发不了吗 你都发不了没有关系 我自个儿做手术 做完手术以后 我自个儿开车车回来 种突我身体就是比较虚弱 好几次我都差一点就是装车 行这事他不管也就不管了 我认为他忙 我自个儿骗自个儿 他忙人家累对吧 可是事后大概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我有一次看抖音 耍抖音 我耍到一个男的 跟他是在通一个区 然后我就点开 平轮区 在我做手术的那天 他在关心别人 啊你好帅啊 你是个皮帅 然后给人发鼻信的这个表情 然后说你多吃点吧 你太瘦了 真的赵老师 我看完以后我都梦了 我觉得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去疗瘦别人 你再关心别人 吃 这个是一个公开的平台 可能我有点传统 但是你想没想过 你在公开的一个平台上 你发这个 我会看到 我看到会难受 我朋友会看到 他们会笑话我 看不起我 我丑我几两骨 你不把我带到你朋友 跟前你要面子 那我就可以 没熟没糟 现在平台上交往那些 都是很正常的普通朋友 我认为 普通朋友 对很正常 那你怎么不给那个 长得特别难看那个平呢 他可能会给我生意 会带来帮助呀 那你抛你让我做梅甲去是吗 那他也有身边有异性朋友呀 就像很正常的情况下 你刷 像 你刷抖音 或者是刷快手的时候 看见美女你 你是不是也要点一下 没有 没有 我告诉你 我从来咱俩在一起以后 我没跟任何一个女的 有过暧昧的一句话 然后我没在任何平台上 点过一个赞 拼过一个论 你可以去查 只要是我有错 我立马的走人 我二话没有 因为这个很纠结 你就像别人去我店里吧 我肯定会说一声 亲爱的 你过来了 不是 我特好奇 这个都不重要 我特好奇 这件事就是 你确定他是你男朋友吗 我确定 他是我男朋友 你确定吗 确定 那你男朋友 如果做手术的话 是不是应该有个电话的问候 要不然是不是连人味都没有了 那几天比较忙 然后过的时候 有多忙 我也跟他打电话了 不是有多忙 那时候 我需要联系一些客户 需要联系一下 就是你的买卖 其实显然比这个人的健康更重要 我没有挑拨利剑的意思 对 张老师 他不是吗 他抖眼吗 但是回头的话 我也跟他联系了 我也有关心 他连我抖眼都没关注 最后我不也去看他了吗 所以这个事 其实没有什么未来不未来 你的逻辑是混乱的 你知道吗 你的逻辑在求别人跟你好 你还理直气壮 所以你的逻辑混乱了 兄弟 你是什么 是姐姐 只要你不弄死我 我就做你身边的小狗狗 我跟你到海角天涯 那你就别叫 对吧 现在人家就 人家说了 我就不怎么看得上你 就这样 你接受 我就接受 不接受我就算了 人家女生态度特别强硬 朋友聚会不要来 你不够资格坐进我的朋友圈 你爸妈我不见 我没法去见 对吧 我跟别人爱不暧昧的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也没有把你当一个男朋友 正式的男朋友来交往 你可能就是我寂寞当中的一个陪伴者 就是这样了 你那句话是对的 我就离不开他 我离开了他就难受 咱们就来解决离开了他难不难受的问题 怎么不难受 怎么能离开 而不是断 人家到底跟你有没有感情 感情是不是有一丢丢 感情是有的 就是但是呢 但是 可能就是以前过的生活特别优越 一压子会有落差 然后就想让他更突出一些 不是你以前过的生活 到底是什么生活呀 就是以前那个男朋友 就是我肯定会要做一下比较 肯定要父母把我养那么大 我最主要的也是考虑父母的心态 不想让后半辈子让父母再为我操心 来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男生 您这么一棒一棒的被打 难道还没晕过去吗 女生你也要明白 不要把贤贫爱父 说得如此的清新脱俗 因为 他的意图很明白 我找的男人 是以后要给我保障的 我找的男人 现在每个月至少有两万块以上的收入 否则我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父母 我为什么要把现男友和前男友相提并论做比较 是因为激励你更优秀 这样的激励 除了吃醋 除了伤心 会有动力吗 我们说 钱 他可以维护爱情 但钱 也可以打败爱情 今天 你的爱情很遗憾 被钱 打败了 老哥只想和你说一句话 断了吧 继续努力 今天他对你爱离不离 明天 让他对你高攀不起 谢谢 谢谢包红兄 来 阿陈老师 我想先问先生您一个问题 你喜欢的哪 就是 它是什么吸引到了你在你的眼睛当中发光发热 让你控制不住自己想要去追求的 就是 漂亮 还有整体感觉吧 因为你喜欢她 你在乎她 你感受到她的看法 所以王先生 我觉得 你很辛苦 你辛苦在哪 因为你在骗自己 你在骗自己去等一个这样子的女孩子 接受你 但是人家没什么问题 她有她的追求 可是你在骗你自己 你把自己骗进去了 为什么骗自己 因为爱情吗 不是 因为你在等那个 等同你付出的回报的价值对等 让她给到你 你在等这个 那起码现在我看到可能等不到了 就很简单 我吃十块钱的面 你吃一百块钱的面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但是你在强求 你在把她的心拉扯过来 她又是个女生 她肯定感动了 谁都没错 并不是所有的感情都需要新鲜支撑 可是你找到了一个需要支撑的人 并且你也知道 你是个男人 你得支撑 所以你蹉跎了 所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而这个女士 我觉得你已经体验过很棒的生活了 你没抓住 现在这个男生 我看到的是赤诚 你们自己想一想 谢谢阿诚老师 谢谢阿诚老师 来 严老师 女生今天你在场上 所有的讲述 让人听起来你都很不好 恕我直言 你只想享受她给你的 没有底线的情感 没有底线的爱意 而你给她的是什么呢 不尊重 你把她放在一个 拿不出来的角落里 既然你那么看不上她 羞辱她 她见不得人 你找了一个 见不得人的男朋友 你不就是不能见人吗 所以你放弃这份女吧 哪怕自己一个人呢 把自己的日子打理好 自己的生活做好 遇到一个你认为 和你相匹配的男生 再说感情的时候 男生你也很讨厌 你不要以为你是痴情 你不要以为 我忍辱负重 我看到她的暧昧 我看到她那么多男生 你为什么还跪舔在她身边 很简单 你都不用解释 你就贪恋那一点点美好 那个看起来还算 娇小的美好的皮脑 你愿意站在门口 等一个漂亮的小娇娘 好几个小时 人家在里边 跟其他的男生女生 花天酒地 那个老师 我就是误会 可能我有点骗差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责任 一个女生把你的尊严 都踩在脚下 你说这是我要对她负责 拜托人家要你负责吗 你负得了责吗 所以说这次 你有那两万块钱收入吗 所以说我感觉这次 所以要点面子 有点自尊 不要让别人 践踏你的自尊的前提 是自己要自尊 自爱 还在这说 赶紧分手啊 丢人都丢到家了 谢谢阎老师 来 齐总 你们俩这 肯定不是爱 你们只是互相需要 女生你不爱这个人 但是你需要的 因为只有这个人 是听你的话 只有这个人 是可以被你踩在脚下 我请问你一件事 什么样的男人 自己有着女朋友 还会跟你说 我想你了 请问你在他面前 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存在 请问是什么样 一个朋友 跟你说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跟我吧 对你何等的亲密 亲事 你之所以贪恋他 就是贪恋他的听话 贪恋他尊重你 贪恋他抬高你 贪恋他把你当成女王 去在一条街 两条街那等着我 似乎一小时你等着我 只有他能做到 你需要他 你需要他的付出 你需要的不是这个人 你也需要他 你什么都没有 你说没有钱我认 所以我要付出我的尊严 付出我的一切 你现在没有得到他的心 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可以弥补我一事无成的 挫败感 我什么都不行 但是我有漂亮的女朋友啊 对不对 太虚了 你妄图通过这段感情 来让自己好受一些 但是兄弟 问题你无视他 不能说明他不存在 他对你不尊重 是你自找的 因为你不自爱啊 所以说你们两个 能分开吗 如果你去好好工作 如果你也去好好工作 我相信你们的感情 在你们面前就一文不值了 如果都还是有状态的话 你们还会在一起的 因为比起在吸对方身上的那点喜 就这样 谢谢曲总 今天其实这个题没有闻到爱情的味道 我要的男人是一个一年24万的男人 一个月只要两万块钱 当你给自己标价物化的时候 你就完蛋了 你真的就一分钱也不值了 如果真爱真喜欢 我们认认真真地去交往 我们共同去追求美好的生活 如果要交易的话 你们彼此的交易对象都找错了 我就嗅到了这里面浓浓的交换的味道 每一个人都是无价的 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干嘛给自己标一个价呢 好吧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虽然在这一年多的相识时间里 自己也感动过 也真心地相交往过 可是因为前面可能自己 有一段失败的感情 有了一定的阴影 可能把物质看得特别重要 想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 因为父母把我养那么大 为我抄了三人多年心 感言特别对不起父母 我可能把这种压力 都压到我自己男朋友身上 我知道是一种错误 但是我还是改变不了 我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真的希望自己 各个方面都比别人强吧 因为可能自己心很强的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是02-2360-6301 有情感突破的观众 可以来点咨询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来来来预测一下结局 无论是恋爱还是婚姻 三观很重要 双不出 别出了吧 别出了 双不出 女生不出 男生出 男生还出啊 看看吧 来 请开门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